你不驱赶他 不喝止他 你就是有罪过的 若冷之起 荡子得福无量 所以我们到了道场里 一定要横顺道场 均守道场的规矩 横顺大众 不可以显意祸重 你不管在外面多大的本事 到了任何一个道场 要懂得均守这个道场的规矩 不要说 哎呀 我很了不起 你要到这个地方来改变这个道场 那就很麻烦了 到任何一个道场 你要徐旋这个道场的规矩 所以我们要学会徐旋横顺 均守规矩 你看幽布塞阶级里面怎么讲 凌受恶劫 一日中断无量命根 众不虚养 必恶弟子 不能调伏 所以 错家人受徒弟 不管是错家徒弟 再家徒弟 再家徒弟还好一点 它影响力不大 如果你受一个不好的错家徒弟 那这个是罪过很大 所以说你宁可受恶劫 没有得到解脱 没有让自己断了自己的解脱的根 也不能受一个被恶弟子 是恶利 它底下解释了 最多上来的是自己 但是你 设了一个恶弟子 不能教诲 他将来一句败坏佛法 破和和声 让更多的人在这个世界 做种种的恶业 那这个罪过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讲 带一个好徒弟 他出来能够弘法立生 这个佛德不得了 你看这个 某某法师的徒弟 真了不起 证明这个法师也很了不起 他的佛报就增加 如果说带一个徒弟出来 破坏佛法 那个法师还讲进来 你看他这个徒弟什么样子 所以 收徒弟 一定要观察 我们现在收出一下地址 我跟他们讲 有很多人很着急 师父你要给我剃度出一下 最后明天就有剃度 往往这种召集的人 召集的人 挫驾快 还说也快 或者他有什么目的性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一个活动 一个人 他来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 他说师父你给我剃度出架 我说你为什么要剃度出架 他说我很着急 你给我剃度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我现在发明了一种药 我觉得我做这个错架人 更加容易去 红发临身 这个是好的发心 好的发心 但是 错架 一定要观察 要观察了 我们现在观察都是一年以上 如果说 一年 还没有观察到什么问题 有些还要继续观察 观察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心 以平常心 挫驾 这种人才走得有 走得久 走得远 好 我们再看第六条 不公离情法界 若佛子敬大臣法师 大臣同学 同见 同行 来若身房 晒在晨夜 若百里亲里来者 寄起 迎来送去 礼拜供养 日日三时供养 日时三两境 百味眼师 全作异药 共思法师 一切所需 借给遇之 常情法师 三时所法 日三十礼拜 不生 趁心 欢恼之心 违法 密身 请法 不懈 若不而者 犯清歌罪 这条界 它跟第一条界 不同 第一条 只是叫 我们要共进 礼拜供养 但这条 它不但是要叫你 共进礼拜供养 还要叫你 向法师 勤转法 要让佛法 要流通 灰明不绝 如果说 作为受了菩萨界的人 你既不供养 又不请 大乘法师 说法 那就 堕弱 欠叹性 我慢之重 所以 佛呢 他 自定此界 就是 毕明 这样的过失 我们看 这条界 如果有 大乘的法师 这个区别于小乘 佛法 究竟了一的法 就是大乘佛法 小乘法 讲 多善 其身 大乘法 讲 普度众生 因为大乘法将 一切众生 皆是 立心所变性的 所以你要成就 佛陀 你必须 四项去 立业众生 来降服 立心的烦恼 大乘以众生为 第一 所以有大乘 弘扬大乘的法师 大乘的同学 一起修行 同餐道友 包括 同见同行 都是一些同餐道友 来到了寺院 来到了 这家里面 城市里面 从很远的地方来 百里 亲里 来了 你要去 供祈 也供松 要礼拜 供养 在家人就是 扶持佛法了 而且要日日三食供养 这对法的尊重 日食三两斤 听了这个 不要吓一跳 三两斤 我那点老板 不给他吃几天 三两斤 这个是要有 这样的法性 百味饮食 包括供养 一要就四食供养 供养法师 一切所需 要经给御子 那这个是提醒 内心对法的共进 但是请法师来的 目的是什么 要法师 要三十说法 现在我们到四月里面去 做上堂大寨 这个上堂大寨的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 以赢 齐情 法师 讲经说法 列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 佛教里面 很多的活动 都冰成了行事 注重 这种行事 上堂大寨 请师父 师父准备一个稿子 夺一笔文文 底下人也没听懂 讲法就是要 切理切记 上弃诸佛之理 下弃众生之计 你听懂了 炮转隐喻 这个上堂大寨 就是炮转隐喻 就是要希望 法师要 善事说法 要不停地去 讲法 立业众生 你错家人的 职责是什么 其实这个上堂大寨 就是要 提醒错家人 也不要忘记 你的职责是 弘法 是家务法 讲经说法了 这个还是 错家人的 本职工作 所以看到了法师 要请法师讲法 日日三十 礼拜 不要生起 称恨心 惯恼之心 因为你是 请法了 法师是代表法 你要以 请法 不屑的心 就是你对 法共敬 若不而者 犯 轻够罪 那这个呢 什么情况 我们看一下 是法 是法 是想 你有不倾心 莫人 空归 空国 不供礼 这个是犯 那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 看远 第一个 弱之不倾 可 另比 调普 生病了 没有利器了 如果你知道这个人 他不说还好 一说 借实 颠倒 自说 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要去请他 去讲法 一说 全部是世间法 本来是 谈佛法的 结果他 把他请过来 他跟你谈股票 这就不行 若自多文有利 就是你可能对佛法 当然这个不是傲慢性 确实 对佛法 有很深 很广的了解 若以授法 你已经一直听他说 所以说 这个一直来 这个法师一直来 一直听他说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开远 我们看不请法的果报 不请法 不礼拜供养 不请法 就失去了文法的寄约 因为不单是你请法 不单是你文法 而且很多人都会听闻 很多无形的众生 都能听闻佛法 又失去供养的佛的自愿 出家人是佛庭 佛庭生 更藏智慧菩提种子 所以说 经常 请法听法 这个佛法的熏陶 不离正法 好 我们看第七条 若佛法的熏陶 并不离正法 疲离近略 大宅 所中 有讲法处 是心学菩萨 因此尽力觉 至法是所 听受自闻 若三灵树下 圣地防众 一切说法 粗 卸之听受 若不知彼 听受自闻者 是犯 请各嘴 这条节 是 成绩上一条 不但 我们要请法师 讲法 而且 法师在什么地方 讲法 我们自己 不懂的问题 你要到法师 所居住的地方 要请教 要请教 要请教佛法 因为佛法 你不经常听闻 你会退失 菩提心 所以这个人 就是这样的 他需要法 不得的熏陶 他的菩提心 才增长 那这条节 据作四元 几番 在讲法 确实在讲法 对吧 这个法师 确实在讲法 可能你以为 他在讲法 你的内心里面 生起了 诚恨心 或者 供告我慢心 或者是 怯怨心 不枉听 这个节罪 所以学习佛法 你就看你 是否把这个 鸟生死的信 放在地位 放在地位 再远 你也会去 如果说 把这个事情 看得不重要 在你家门口 你也不会去 这个就看 您自己的 发信 这个开源 其实跟情命 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 第八条 信被大乘戒 若佛子 信被大乘 常住戒律 言非佛朔 而受此二乘圣文 外道恶尽 一切尽戒 邪尽 尽内者 反清各罪 那这个信被大乘 什么意思 就觉得大乘 非佛朔 所以他觉得 这个小乘法 他认为是 佛朔的 他心里面 去向 自我的解脱 比如说我们 修学净土 有很多人 而他认为 单单念好佛 就够了 其实净土 他作为大乘法 大乘法 就离不开 法菩提醒 所以在 西方极乐世界 回大师 在《弥陀妖戒》里面讲 没有定性的声闻 就是你发了二层心的人 你是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的 我们有很多人讲 极乐世界不是有很多 大恶罗汉吗 罗汉不就是二层吗 大恶罗汉 前面加了一个大 就是回小向大 外信声闻 内信呢 其实它是行菩萨戒 我们要知道 大乘法才是佛 究竟了一首 如果说 作为一名 受菩萨戒的定制 他所讲的法 学的法 与大乘法相违变 那这个情况之下 他反净 那更可怕的是 他有外道的恶劲 学习外道的法 那这个罪过就更加大的 他认为这个佛法 这种道理不正确 他收持了外道的致敬 所以 这个是犯中 信向二层呢 是这业 那什么情况之下 开业 比如说我们夺诗剑的 这些树 诗底 文松 这些住树 那是目的呢 是为了 破除 这些 尸顶的邪境 增加你的知识面 当你自己对 佛法很有信心 生起建固的怨力 不随 外境所转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 来证明佛法的证实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不反 那我们 信必大称 信向外道 这样的罪过 信向外道 成为邪境 将来以后 就是多三个道 信向小称 将来是 真得小称的菩提 叫拼真 一般 这样大菩提 信向大称 才能真得大菩提 好 我们看第九条 因为时间的关系了 我觉得 我们要 快一点 和大众讲解了 否则这个来不及了 若佛子 尽一切疾病人 常应供养 如佛无益 罢佛庭众 看病佛庭 是地佛庭 若父母世生 弟子病 住更不拘 百种病苦老 借供养宁茶 而菩萨 以称心心不看 乃至深访 城野 匡野 山林 道路中 净病不救济者 犯清歌罪 佛陀 佛陀告诉我们 有八种佛体 可以 去 去种 哪八种呢 一个是供养佛 佛 圣人 父母 和尚 恶捨离 供养 供养 众生 包括贫苦的穷人 给八十供养 病人 那这个里面呢 佛圣人 圣众呢 这个是敬庭 我们要恭敬 和尚恶捨离 父母呢 这个成就我们的 法僧慧民 跟色僧 那这个是对我们 有恩的 叫恩庭 那贫穷的人 跟圣病的人呢 这是我们 慈悲心 去救济的 这个是必庭 那这八种佛庭当中呢 看病 看病人啊 是第一佛庭 所以要愿意去照顾病人 所以看病佛庭 是第一佛庭 你看这个地方 佛经里面讲到了 八佛庭中 看病佛庭 是第一佛庭 如果父母四生 弟子病了 诸根不居 白种病老 病苦老 这个时候呢 我们作为受菩萨戒的人 要去 供养 要去照顾 自己的亲人 父母 如果说菩萨 凡以这种 秤庭心不去看 乃至近到了 病人不去救济 在一切处近到病人 不去救济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犯 庆戈罪 那什么情况之下呢 可以 看远 这个是 具足 犯戒的 因缘 看到病人 或者你把他当成病人 他坐在那个地方 你以为他得病了 你起了这种 诚恨心 懈怠心 不去看他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犯了 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 看远 自己 没有这个力量 你看 若起 此彼 但 因力不及 不凡 如果自己病了 或者自己没有这个力气 或者你叫别人去 帮助病人 或者这个病人 他自己有眷属 或者他自己有力量 自我能调理 或者这个病人 这个病经常发 或者一直生这样的病 这种情况之下 不犯了 那在我们国立呢 现在这个 有很多 这个 邻居大的 病车撞下来 没人敢服 那我们受了菩萨戒的人 到底要不要去服呢 服 也要服 但是一定要有智慧 有智慧 智慧的抉择 什么果报 不看病 就没有慈悲性 是必尽二体 他的果报 将来自己得病 也没有人看望 所以能看病人 是成就地佛体 我看到我们学会 你看这个 明天晚上 今天晚上也看到 很多人去帮人家祝念 而且很欢喜 这几天我们都看到了 那你帮别人去祝念 将来你要往生的时候 也会有人帮你来祝念 其实这个也等同于 第一佛体 被体 帮助别人祝念 祝念 这个要是个真了不起的 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祝念我们都知道的 要真正的发大心 很了不起 随喜赞叹 这个是第一佛体 第十条 虚仰杀俱戒 若佛子不得 续一切道仗共惊 毛虎斗战之俱 即恶罗罗俱 杀身之气 一切不得续 而菩萨来自杀父母 散不家暴 旷杀一切众生 不得续杀众生俱 若故续者犯清歌罪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虚 虚一切伤人的工具 这个就是平养我们的慈悲心 不要给撒僧创造姻缘 你看菩萨 如果一个受到菩萨戒的人 那是别人将自己的父母 要杀父自扯 不要去报 为什么 怨怨向报何死了 要学会解怨是解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学佛的人 寺院里面经常举办法会 超度排位的时候 某某人超度怨庆在所 是不是这样的 写白位超度怨庆在所 但是在现实当中的怨庆在所 一个也不愿意去解决 对吧 那所做的只是一个形式 真正的没有让他 生起这种解怨是结的慈悲心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在经中告诉我们 宁可少叫一百个朋友 也不要有一个谍人 因为你有了怨庆在主 这个就是你成长过程当中的障碍 所以学习佛法的人 一定要学会广济三缘 不要有恶缘 恶缘多了就有障碍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 要学会解怨是结 根源就是要有慈悲之心 这个虚然杀具 这个的害无上词 优选持臂性 所以与 菩萨的这个持臂性 相违背 那这个三缘 是杀具 这个确实是一个 可以伤害到众生的工具 你把它当成杀具 家里面存在这样的东西 他就犯了 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开源 这个 劝人戒杀 你有这种劝人戒杀的 这种慈悲性 你买杀具了 是为了 防身 不是为了伤害人 或者改造杀具 做不杀之用途 或者为了 扶持正法 过去的寺院 中国过去 寺院 那个寺院里面 已经没有像现在 交通发达 过去的寺院 都是大地主 但是过去的寺院 都是大地主 过去兵荒马乱 自然不好 所以寺院里面 他都有 父职 父院的人 都有父院的人 这种情况之下不犯 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防止侵略了 这个也不犯 国报就跟撒生劫 是一样的 好 我们再看国使节 若佛子 不得唯利养恶性故 通过使命 俊正汇合 信使向法 杀无量众生 而菩萨 想不得若俊重往来 况故作国贼 若故作者 犯情歌罪 就是告诉我们 受到菩萨界的人 你千万不要做 间谍 对吧 可以导致 两国战争 两国战争 就会伤害到 多少平民老百姓 战争是最可怕的 所以作为受持菩萨界的人 应当乞讨世界和平 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这是我们 每个菩萨界弟子 所要期望的 所以我们经常 回想文里面 希望国泰民安 法轮政会 法轮长城 佛尔政会 有这种起愿 所以千万不能从事 伤害众生的这种事情 这个违避了菩萨 菩萨的根本精神 什么情况之下 开源呢 如果说你有这种 大福得力 是在慈闭性的去世 可以说服 国家领导人 那个罢病息争 父相和睦 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犯的 那他的果报 跟杀盗汪语戒中 所说的是一样的果报 那我们再看 第十二条 贩卖戒 若佛子 故贩卖良远 奴婢六措 四亿官产 板木 诚实自居 赏不应自作 旷教人作 若故自作 教人作者 犯清歌罪 过去有这个 贩卖人苦 贩卖这种 身份 比较避见的人 像奴婢 来自贩卖措生 贩卖措生 从事屠宅业 贸业 相关的贸业 这种情况 都是害物上止 受到菩萨节的人 千万不能从事 这种行业 乃至于卖棺材 板木 诚实自居 为什么不能卖棺材 卖棺材的人 他就希望人家死 所以我们希望 更多的众生 胜性健康 卖多了 他可以得到利益 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开源 你放生 为了救人 放生 或者你买棺材 去撕给那些贫困的人 当然在现代这个时期 没有灌木了 都是火化了 骨灰盒 你买骨灰盒 去撕给那些贫困的人 那这个时候 有大功德了 那贩卖这些 会有什么果报呢 得君所分离 得堕病 痛苦 短命之报 这是果报 好我们再看 毁谤界 若佛子 以恶性固 无事 谤他 良人 善人 法师 世神 国王 贵人 淫犯 弃利 时钟 那这个 就是告诉我们 受到菩萨戒以后 你不能围了自己的势力 或者 错于自己立心的 嫉妒心 嗔恨心 贪欲心 你开始诽谤别人 别人没有这个事情 你诽谤他 就像诽谤 国家的领导人 错于自己的利业 诚恨心 贪欲心 嫉妒诽谤 错加法师 那句种种的 这种贵人 包括一些善人 说他犯了 欺利 时钟 自罪 那这个就 犯了 这条纪 那作为菩萨 受到菩萨戒的人 应生 孝顺性 慈悲性 要示一切众生 如乎如梦想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满足自己的 诚恨心的所带来的快乐 那反过来 嫁于利害 多不如意处 让别人 就是得不如意的果报 自己 好像得到了快乐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犯清歌罪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要关好自己的嘴巴 不要随便的去诽谤别人 这个诽谤 无众甚有 罪过很大 那直接去无缘犯 别人没有罪 有时候 无罪想 他确实没有罪 那你起了诽谤性 向其他人讲 别人明白了 那你就犯了这条纪 所以这条纪 它是不可以开源 只精子 所以学佛的人 你不可以随便去诽谤 他人 不要去诽谤他人 果报就是更妄于恶可 你现在诽谤人家 将来以后 人家也来诽谤你 一样的 第十四条 放火焚烧节 若佛子以恶性故 放大火 扫山林旷野 四月乃至九月放火 那这个地方讲到 佛弟子 不能以恶性 恶性就是贪嗔痴的心 忌妒别人 你看到别人 比你有财富 你忌妒 来自于 觉得放火很好玩 随便去放火 就像扫山林旷野 在中国地方大 有一些荒山 有很多人 跑过去玩火 那扫头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四月到九月 放火 因为这段时间 天气回暖 蚂蚁 蟲子 这些蟲子很多 这个时候 扫山火 害无丧子 那底下讲到 以嫉妒性 称恨性 若扫他人家的卧宅 诚意生法 庭目 即鬼神 包括公共的财物 就是贯物 一切有圣物 不得顾扫 如果扫了 若顾扫者 犯清歌罪 当然这个 一般的人是不会的 不要说这个佛门的人 就是世界的人 也知道 扫这样 做这样的事情 那不是说佛门 不扫 世界的法力 也不容许 也不可能会 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了 这个就是 完全就是慈悲性 那就是要扫一些荒野 荒野的草 也要知道 这个废死 看什么时间 要烧 过去要烧 这种 山林里面的草 那都要 首先要撒尽 要驱赶 里面的众生 这个时候才能烧 如果说这个实践不对 那恶性去烧 这个时候就犯戒 在我们新加坡 不要种田 在一些农村里面 它有时候要 为了种降价 要把田里面的东西 要烧掉 在中国现在也不允许 烧了污染环境 所以现在也不允许烧 那作为佛弟子 那就不能 随便放火 人烧了 国家有这种法力禁止 就不能去犯 所以这个菩萨戒 就到哪个地方 如果说 跟这个地方的法力 有冲突 那你是到底选择是 均守佛的戒力 还是 均守这个国家的法力 当然是要均守 这个国家的法力 这是佛陀告诫我们的 那它的果报 以恶性固 人烧 伤害物明 追 跟这个杀 道 这个果报是相同的 好 我们再看 聘教解 若佛子 治佛弟子 及外道恶人 六亲 一切善知识 应一收此 大臣尽略 应教解一礼 十发菩提心 十发去心 十常养心 十进杠心 欲三十信众 一解其 次第法用 而菩萨 以恶心 秤心 横交二臣 圣文境内 外道邪境 犯庆各罪 所以作为这个 菩萨界的弟子 就是我们要去 弘法 那要讲 大臣法 不能 讲小臣法 一大臣法 才是 圆满 究竟的 所以特别我们修学净土法门 我们一直讲 净土法门 它不是说 好像离开这个世所 去修这个念佛法门 其实念佛法门 离不开这个世界 你要经理佛的资粮 就是在这个世界 才能可以给你 累积资粮 以念佛的心 来行住善业 这个才是 我们修行的正道 念佛为真行 六度 万行为助行 这个维大师在 弥陀耀节里面 有讲到了 所以作为大臣的行者 应该弘扬 这个大臣法 那如果说 讲到开语 为了经营促迹 你可以先讲一些小称 但是还是要 引申到大臣 佛法 所以我记得一位大德 就是当代 近代的大德 他讲 中国的佛教 理论是大称 但是我们这些佛教徒的行为 都是小称的行为 都只观 只不知己 没有 利业众生的行 你看我们修学 进度法门 是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 有种孝极 厌世的思想 不管别人 不管常做 我只观念佛好了 就这种想法 其实你要学会 佛物大众 佛物大众 这个就是 宁佛的本意 离世密菩提 血入旋徒教 那还有一种情况 这要开源的 就是为了迫彻 小称学者的这种 邪进 所以说你要学习 小称法 任何人来迫彻它 了解它 那它的果报 以外道教 这是邪进报 如果说学习小称 弘扬小称 葬大菩提 就是不能成就 大礼盘 那如果说修习君徒 就是不能往生极乐 弘扬大乘教 这个才是 大乘的思想 自利利他 我们再看第十六条 唯利道朔界 若佛指 因好心心血 大乘未遗 尽略 广开解一味 尽后心血菩萨 有从百里 清理来求 大乘尽力 应如法 说一切苦行 若少生 少彼少子 若不少生 辈子 供养 祝福 非 挫驾 菩萨 乃至 恶辅 狼 世子 一切恶鬼 细印 守 甚弱 守住 而供养 之 然后 一 次第 唯瘦 正法 使心 开 一切 而菩萨 唯利 养 过 硬 大 不大 道 作 尽力 文子 无情 无后 绑三 保 子 犯 情歌 罪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受了菩萨界的挫驾众 包括我们在家众 要深入地去学习 菩萨界的开着吃饭 了解禁忆 那 如果说 有这个挫驾众 我们讲挫驾众 这个受善谈大戒 要人鼎 共佛 都要受戒霸 那我们现在这个戒场 戒场 中国的 它不允许 不允许这个 公民 性教 残害自己的身体 所以现在这个挫驾人 头顶上 都很少 很少有 很少有 当然我们要知道 苦行啊 它是解脱的助缘 当年那个大驾舍俊泽 他的挫身很高贵 他是佛特的一位弟子 挫身很高贵 他挫驾以后 就修苦行 在家的时候 条件很好 他挫驾以后 就修苦行 睡在坟墓间 明天晚上都听到 狼叫 后来呢 佛陀看到 家世俊泽 年纪很大的 一百多岁的人 然后就非常灵敏 他就跟他讲 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还是到我们这个经厕来 住下来 不要睡在外面 这个坟墓间 后来大驾舍俊泽 就听到佛陀 讲了以后 他就真的扮回来住了 结果没住几天 他就来到佛陀面前 跟佛陀讲 说佛陀啊 这个经厕里面 虽然居住关系很好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发起道姓 我听不到狼好 听不到鬼叫 看不到白鬼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 那个坟墓间啊 所以后来呢 这个佛陀 就跟所有的弟子讲啊 说到了末法时期 如果有像大驾舍君者 这样发心修苦心的人 那佛法还可以 允许更长的事情 所以佛陀是非常 赞叹修苦心 大人 他老人家讲了 苦心非逆盘解脱之因 这什么意思呢 苦心 它也不是解脱的根源 解脱的根源是智慧 但是苦心可以作为 秀道的助缘 就是一个人对欲望 他的欲望的心已经没有那么吃剩了 对物质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 所以说他是解脱的助缘 这错家人到哪里要随 叫随缘啊 随缘啊 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有发心的菩萨 你要给他讲苦心的意义 叫他要如法去行苦心 那遇到了一切求法的人 要给他讲解佛法 清犯不可以道说禁论 也不可以说为了利 为了利 为了得到利 你去讲解佛法 那一句颠倒说 讲一些谬论 那这个就犯清歌罪 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源呢 你知道他不是法器 就不要说苦心 还有一些呢 他执着于苦心 是这种逆盘的解脱因 逆盘的解脱因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要去喝止 乃至谈一些修行的理论 那为利养说法 有什么果报呢 是邪命所说的 为利养说法 我们要知道 佛陀讲法 我们请几天讲的 佛说法这个说字 是悦所怀也 他是看到众生喜欢要听法的 所以他没有任何目的 只要众生愿意听 他就很欢喜地跟众生讲 不是说 哎呀 我今天来措厂 讲法 你要给我多少措厂费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 为了利养去讲法 这种法呢 也不是佛法 是颠倒之说的 今天这个时间呢 还有十分钟 那我们 明天晚上再快一点 如果再不快 就回不了了 还有好几条了 几十条了 那现在进入 这个回答问题的环节 跟大家一起学习 请问师父 我们净土法门 念佛号 凭心愿行 而得于往胜细放 到了西方再受菩萨皆称佛 可不可以 这个想法也挺好 到了西方及的世界 具足一些法了 你想学什么法 通通具足 不但正报可以说法 义报的环境都可以说法 但是我们要知道 念佛 是从理论上面 包含了一切法门 三藏十二部点击都在里面 当然如果说你根经很利 你念佛 它就包含了戒定会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他不一定达到这种境界 如果说有四项的标决 来要求他 他知道什么情况之下犯戒 什么情况之下不如法 什么情况之下如法 有这样一个参照标决 那这样念佛的更有把握 往生西方更有把握了 所以历代的祖师大德 都提倡 直接念佛 一个从思想上实践 然后又有这种理论自称 那这样是虚强宝行 往生西方 那没有障碍了 所以我们收持菩萨戒 再去念佛 这个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那信圣在树谱 除了一定三会五戒 和 专心念佛 还真的必要去受菩萨戒吗 对啊 刚刚已经回答了 是要受菩萨戒 受了菩萨戒才不敢懈怠 才知道自己 行持得跟佛有多少差距 发菩提心可以取代 收菩萨戒吗 是否一样的功德 发菩提心是利心 菩萨戒是表象 二者是以不二 二者是以不二 菩提心是内心 内心的怨力 内心有这种怨力 通过身可 位移来表现出来 菩萨戒就是表象 所以说他们是以不二 那受八观戒戒 跟受菩萨戒是一样的功德 菩萨戒 其实就包括了八观戒戒 菩萨戒是究竟圆满的戒力 八观戒戒是放病三巧 我们受持八观戒戒 八观戒戒就是要让我们有解脱性 菩萨戒是究竟圆满的戒力 八观戒戒某种意义上来讲 断恶 断恶是小称 那夺善其身 菩萨戒是要不但夺善其身 根主要的还是要什么 普度众生 所以我们讲菩萨戒 善去境界 断恶秀善度众生 它包含佛的一切印第的行为 所以说菩萨戒的共度圆满 我们收持的菩萨戒 按照要求 每月都要去收持 八观戒戒 那么收了菩萨戒 不许再去参加八观戒戒 对吗 那菩萨戒里面有要求 每个月又在日 要去收持 八观戒戒 我母亲去年跌倒 进医院一个多月 她老人家受了菩萨戒 二十多年 她很执着意愿的食物 不是纯素 六载日不电视 有时过了十二点用餐 全法师她师父破戒 这位老人家很了不起 有随喜赞叹 她这个受菩萨这个戒体 得戒体 她内心的这种愿意 很健康 很执着 不能吃 混食 但她自己又没有办法把握 有时过了十二点 这不是她主观的想法 不是她主观 是客观的问题 这种情况之下 她是不扑戒的 道性很坚固 非常了不起 在市场上卖的素食产品 包括外印有素 全素 全素 可以解说这三则有何分别吗 这个词语什么意思 各地各异了 我还不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对不起 应该说 标的素食肯定是素食 可能 那受了菩萨戒 就要持全素吗 对呀 努力地去做 当然我们也放病三巧 如果说你一时不能 先放病三巧 散尽 但是你吃肉 性态不一样 我们亲民在讲戒的时候 已经讲到了 还是基因你要发心去 受持菩萨戒 慢慢地向佛靠近 有弟子说 有佛弟子说 在佛在经典中 说不可以食用 牛奶 奶酪 蜂蜜等等 那受菩萨戒 就不能吃动物 副产品了 有些心中 因这不感受菩萨戒 而获错误的供奉 我们要知道 这个佛陀当年 在这个雪上修行 时一麻一脉 后来他发现了 苦行费力盘解脱之因 所以他放弃了苦行 他来到了离产离合 沐浴更衣 即是沐洋女的供养 供养的养来 供养 所以由此可见 佛教并不反对 吃这些副产品 所以您可以 放心大胆地来受持 放心大胆地来受持 这个事没有关系的 昨天您说道解 如有信众买了水果 供佛之后 自己拿了又送给我 他又不知道 是不能再拿回 我不好意思跟他说 是不对的 怕他起烦恼 我就受下了 可是我之后 很快又把水果 放回佛像去 不知我犯了 这算犯戒吗 我可以把水果 放回佛看 这个要看 他供在哪里 供到三宝之地了 那接下来 主宰这个苹果的命运 就不是他自己了 是常驻三宝 是常驻来决定 他的雀牛 如果他在自己 在自己家里面供养 这个是代表 对佛的恭敬心 说的算的是他自己 所以他自己在家里面供 可以他自己去主宰 主宰这个苹果的命运 在三宝之地 就是叫给常驻了 你到了三宝地 你供养给三宝了 这个就不是你随便可以自闭的 如果说他拿给你 拿给你了 你自己去供 这个证明你有这样发心 有这样的惭愧心 如果他在三宝之地 这样做了 你有个放兵三桥 可以适当地去提醒他 提醒他了 如果说你再去供养到佛陀 那代表是你自己的发心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 那我们一起来合掌回向 愿以子功德 愿以子功德 将眼佛净土 上报师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经文者 细发菩提心 经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好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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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